这个是泰坦尼克号的一个Q版模型 虽然是Q版的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细节方面 它也是表现得相当准确的 比方说这个船尾的螺旋桨了 可以看到泰坦尼克号上面有三个螺旋桨 左右各一个分别带着三个叶片 中间还有一个 直径略微小一点 但是却有着四个叶片 对比这些当时拍下来的照片 你不得不肯定 这玩具设计师在考证方面做得还真是不错 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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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不列颠尼克一样 中央螺旋桨是一个 四个页片的螺旋桨了 但是有人在仔细的翻找了 当年的各种资料 包括建造商哈兰沃尔夫船厂的日志 总设计师安德鲁斯的笔记之后 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 泰坦尼克奥的中央螺旋桨上 其实只有三个页片 重要依据是这张 显示了三艘奥林匹克 及班伦螺旋桨规格的表格 你看这 1912年1月 泰坦尼克 中央螺旋桨 三个之后就从来没有变过了 当然也铁定变不了了 因为其处女秀就变成了大结局了 倒是奥林匹克 其中央螺旋桨总是在 四个三个又四个之间换来换去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诶 他在寻找什么呢 为什么泰坦尼克要用 三个页片的中央螺旋桨 这螺旋桨页片输的多少 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下面我们就来稍微了解一下 螺旋桨之所以能够把船推着往前跑呢 其实背后有着两个理论的支撑 一个是牛顿第三定律 另外一个是伯鲁力效应 先说牛顿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螺旋桨做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将水往后推 从而获得一个把船往前推的反作用力 这件事情早在阿基米德发明 他的螺旋泵的时候就在这么干 虽然他一开始推的不是水 而是谷物 后来人们发现 他也能够推水 再后来人们又发现 要是把它整个放到水里面 他竟然还能够推船 再再后来人们又发现 我不用把整根螺旋泵都装在船尾 只需要装一截就可以了 而且不仅可以 反而他还能够把船推得更快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阻力减小了嘛 好 于是人们就开始进一步琢磨了 还有啥改进的空间 能够让螺旋桨把船推得更快呢 很快的人们就发现 边缘更加倾斜的螺旋桨 比边缘较为平缓的螺旋桨 要更加的给力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东西叫做讲句 也就是在一个360度的旋转周期里面 螺旋桨夜间边缘 能够在轴向上所前进的距离了 叶片越倾斜 轴距越大 在同一时间里面 能推过的水越多 自然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反作用力了 带来更大的推力 那好 是不是轴距越大就越好呢 也不是啊 我们来考虑一个最为极端的情况 叶片倾斜来几乎躺下了 而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不是在往后推水了 而是在将水往四周垂直的地方甩嘛 就形成了涡流效率就大降了 这一定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所以螺旋桨上面呢 我们将要面临的第一个妥协 就是啊 恰当的讲句 既要大到能够推动足够多的水 产生足够的推力 又不能大的过分 从而将能量做了无用功嘛 好 另外一个为螺旋桨做出贡献的 就是不努力效应了 这是一个流体力学上非常重要的理论 飞机之所以能够飞得起来呢 本质上也是靠它的 简而言之啊 对于某一个表面 流过它的流体速度越快的时候呢 带给它的压力也就越小 反之流速越慢 则压力越大 飞机通过机翼的异形和公角 在机翼的上下表面来制造出压力差 从而获得了胜利 而传用螺旋桨呢 也通过其叶片特殊的曲率变化设计 在其前后制造出了压力差 从而能够源源不断的将水 从螺旋桨前面的低压区 吸入到后面的高压区 在高速喷出之后呢 来制造出反重用力 好 那么叶片多少 又跟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哎 关系很大啦 假如说叶片很少 哎 我们又极端一点啊 只用一个叶片来说 为了能够让它产生足够的推力 就需要让它在相同的时间里面 推动更多的水 对不对 那这就意味着 这个一个叶片的螺旋桨 必须要旋转的更快才行嘛 有点像是开车时 只用一挡 阻力 那当然是很小了 但是即使你把发动机的转速用到近 它也是跑不快的 是不是 反而呢 还很伤车嘛 一个叶片的螺旋桨也是这样啊 很快就顶到了转速的极限 再快也快不起来了 另外 转速过快之后啊 它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空泡 我们都知道 水的沸腾温度呢 是跟压力有关的 压力越小 则沸腾所需要的温度就越低 而转速过快 则螺旋桨前面的压力就越小呀 这里的海水呢 就很容易沸腾 蒸发嘛 从而冒出许多的气泡 等这些气泡被带到压力稍高的地方之后 它们就会破裂炸开 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破坏螺旋桨的材料 哎呀 这是个相当大的麻烦啊 所以叶片太少肯定是不行的 那就加呗 那加几个合适呢 我们先来看看 加了叶片之后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吧 好处一 多一个叶片就等于多了一只推水的手嘛 原本需要更快的转速才能够达到的推力 现在转的慢一点也能够实现了 哎 既然转的慢了 那空泡现象也得到了改善了 这是好处二 既然转慢了 那对整个动力系统的负荷也就降低了 这是好处三 还有好处四啊 震动更小 因为由叶片甩动的水每撞到船身上呢 都会带来震动 叶片越多 各自分得的力量就越小 甩动的水也越弱 自然就制造不出那么大的动静了吧 好处差不多就这些啊 再来看坏处 首先就是效率低啊 当叶片分布浇密时呢 后一片叶片就总是会经过被前一片叶片扰乱的 还没有来得及恢复的水域 等于就是使不上足够的劲了 因此效率就降低了 这点在叶片数较低的轮延桨上呢 恰好是相反的 第二叶片数越多啊 同样功率的船呢 最高速度就越低 由于拥有更多的叶片 就意味着提供了更高的推力 这反过来 它对发动机提供的力呢 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了嘛 注意牛三是怎么说的啊 方向相反 力量相同 于是同样功率的发动机 就无法使这样的轮延桨呢 赚得更快了 因此最高速度就受到了限制 变得比更少叶片的轮延桨更低了 当然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啊 奖业多了 阻力当然也就大了嘛 带来了更大的损耗了 所以奖业数量的多少呢 主要还是看你要的是什么 比如潜艇 是要的是隐蔽嘛 那就多叶片 慢转速呗 更加的安静 更加的持久 效率啥的 从来就不在军用设备 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嘛 但是比如泰坦尼克号 要的就是效率啦 要的就是更快的 把乘客送到大西洋的对岸啦 毕竟人家百姓航运买它 不就是为了少花钱 多赚钱吗 提高效率 哪怕是由增加震动 所换来的 也是值得低 所以三片一片 或许更加适合 只是奥林匹克号呢 就比较纠结了 换来换去的 是既想省钱 又舍不得牺牲舒适性啊